风倒变了 怎么办呀 跟妈妈一起出来旅游 开不开心啊 开心呀 妈咪 这个叔叔的头上有一个零 你快要死 谁家的小号 你住啊 不好意思啊 其实我女儿能预知死亡 头上的数字是几 就代表能活几天 而你头上的数字 是零 心间弊嘛你 真会 妈咪 这个姐姐不是几个人的零 是吗 为什么所有人的头上都是零 念念 你确定没看错 没错呀 怎么会这样 难道这架飞机会出事吗 小朋友 飞机就要起飞了 你不能站起来哦 快点坐好 我帮你把安全带系好 这架飞机会出一外 不能飞 什么 大家听我说 这架飞机很有可能会在飞行当中坠毁 而你们全都会死 我说你们母女俩没完没了是不是 你非要助我们全部死吗 女士 你说这架飞机不出意外是有什么依据吗 我女儿是个很特别的孩子 她呢 预知死亡 拜拜 今天在学校有没有听老师的话呀 有呀 妈咪 我好像梦到外婆了 外婆说还要送给我一个礼物 什么礼物啊 可以让我看到别人的死亡时间 数字是几就能活几天 这么厉害呀 当然啦 当然啦 妈咪 这个姐姐的头上有一个红色的脸 你说什么 姐姐 你生病了吗 你是不是快要死 小孩子不要乱说话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宝贝 以后不可以开这种玩笑 这样很没有礼貌的 可是妈咪 这个姐姐真的有一个脸 我女儿是个很特别的孩子 她呢 你怎么了 原生 预知死亡 预知死亡时间 你以为你拍电影的呀 是真的 我女儿看到的数字 就是你们的圣余生命时间 而她刚刚 看到你们所有人的头上都是凉 这就说明 这架飞机一定会出事故 不是 你这说的也太玄乎了 你这个该不会是直播丑作 想当网红吧 真是林子大 什么鸟都有 这不是瞎扯淡呢 就是 这个团乱是不信的 叔叔阿姨 请你们相信我好不好 没有说谎 小屁号 你再胡说八道 我揍你了 我家不是小屁号 我都看见了 你们每个人的头上都是凉 你说的啊 女士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请您赶紧带着孩子坐下吧 不行 这架飞机绝对不能起飞 否则所有人都会死的 警察 警察 滚下去 滚下去 女士 请您不要在公共场合散布恐惑言论 你已经华碍到了我们的日常工作 我这是在救你们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这么多条生命 在我面前消失 出什么事了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这么多条生命 在我面前消失 出什么事了 机长 这位女士说我们的飞机会出事故 让我们所有人跟着她一起下飞机 这个女士 请你冷静一下 我们的飞机会有定期检修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请问您说我们的飞机会有事故 是有什么依据吗 依据就是你头上的数字 你头上的数字跟他们一样都是流 说明你们今天都会死的 小孩 你怎么满嘴谎话 小小年纪 是不是你妈教你的 我妈妈说过 不诚实的小孩子不是好孩子 机长 请你相信我 我女儿真的没有说谎 这架飞机一定不能起飞 你们该不会真的相信这女的说的一句话吧 她就是个神经病 不是你瞒我妈妈 女士 请你配合我们 如果你再不配合我们 恐怕我只能把你赶下飞机了 你们就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出了事就真的来不及了 这个神经病了一天 就是一个小孩说一句话让我们下飞机 你手上我了 要带你上来 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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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话你们都是大门蛋 姚女士 你不会我不能做 我 你不会 你不会 过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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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过去 小朋友 你没事吧 咋子一 妈咋子一 妈咋子一 这一套时间了 就是啊 滚下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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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飞机要是不停飞 我还就不走 哎我说臭娘们你欠揍是不是 老子急着出差呢 工作耽误了 你负得起吗 工作难道比命还重要 你少他妈的在这放屁 不工作 你给老子发工资吗 你要是不想飞 赶紧滚下去 滚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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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放开他们了 我相信他们说的话 我要跟他们一起下飞机 先生 你确定要跟他们一起下飞机吗 我确定 滚 你求生的灵消失了 这好了 滚不用死了 哎呦我去 这世界上还真有傻子相信呢 真是可笑 不管你们信不信 反正我是相信人 机长 我建议你这趟飞机最好停飞 仔细检查部长 很抱歉先生 我不可能因为一些证据不充分的言论 而导致整架飞机停飞 机长你糊涂啊 飞机一次不起飞又能怎么样 这是上百人的生命 哎 你少装神弄鬼了 你们航空公司怎么回事啊 这么点小事解决不了了是吗 飞机票 飞机票 滚下去 飞机票 女士 我现在请你马上下飞机 不然我就请机场相关工作人员 对你依法进行处理 我不走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么多人去送死 带走 你们相信每次好不好 机长 不能飞 不能飞机长 妈咪啊 天气人好坏 我我真的也不要帮他们了 念念 生命呢是很宝贵的东西 以后你看到书籽还是要告诉妈咪的 好吗 好吧 爸爸你去哪 你不是要送我回家吗 念念 他真的不是你爸爸 妈咪都不认识人家 他是他就是 没关系 我送你们回去 不用这么麻烦的 爹和爸爸一起回家喽 我已经尽力了 但愿 但愿能出现奇迹 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也不知道这个疯女人是从哪个精神病院跑出 这飞机不是好好的吗 就是 还想骗我们下飞机 那要是下飞机了 我们的票不就打水飘了吗 居然还有个傻子跟着一起下去了 真是可笑 你说是不是 连这种鬼话也有人相信 终于好好睡觉了 师傅 今天的小姑娘说的个真的似的 还有这心里毛毛的 总带想要出什么事 狗鸭子 总带想要出什么事 师傅 多疯了 头带 打来打来 这里是海军6332 我跟风打链了 先来送你把 这不是 打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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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念 你以后呢 不要随便喊别人爸爸 妈咪会很尴尬的 放心吧妈咪 等你和爸比结婚了 我就不过再喊 其他人叫爸比了 爸比 你什么时候和妈咪结婚呀 念念 妈咪害羞呢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同言无尽吧 先生女士 刚那家6342飞机突然就会 你们各位新闻者 需要接受我们的照项 什么 女士 女士说你的女儿 能看到江子之人头上 倒计时数字 所以才停下了飞机吗 对呀 小朋友 不能跟叔叔说谎吗 说谎的是小狗 忘了忘了 请你相信我们 我女儿真的没有说话 张女士 从目前了解情况来看 你本次的这款案件无关 这次签个字 就必须再给孩子离开了 后续有新的进展的话 我们还会再联系到你 辛苦了 走吧 随天生 您最近最好不要离开 如果有新的线索 我们这边随时会联系 好的 您慢走 这究竟是碰巧 还是真的有死 不好了 陈总 老夫人不见了 什么 不好了 陈总 老夫人不见了 什么 你们干什么吃的 连个老人都看不住 把鼻呢 把鼻去那了 他不是说要送我们回家吗 宝贝 叔叔工作忙 妈妈送你回家 好不好 不好 那谁先到家 搅了一个冰淇淋 妈咪爱皮 好吃吗 好吃呀 那下次妈妈再给你换个别的味道的 好不好 叫你啊 又跑去哪里回换 相亲不去地方也不见 闭嘴 一个私心你配给我盘亲戚 来 别别不怕 你去帮妈妈扔一下垃圾好不好 慢点啊 江乐群 你敢这么对我孩子说话 我是给你脸是吧 你敢打我 妹妹不听话 姐姐打一下怎么办 我的好姐姐 好好享受妹妹给你找个牛郎 今天过后 我要让你身败名命 人去了 赶紧追 别到那儿跑了 你是谁 别怕 我会对你负责的 当初要不是你故意下药 害得我未婚先玉 我又怎么会名声敬悔 你被赶出江家 跟我有什么关系 方明是你自己走错了房间 也不知道跟哪个混混上床呢 你啊 四老太婆 再给扶着眼睛 奶奶 再给扶着眼睛 奶奶 水 我要喝水 奶奶 奶奶你慢点 奶奶 奶奶 这个水不能喝 奶奶 这个水不能喝 妈 吃好饭呢 你想喝水 想吃东西 是不是啊 啊 啊 正好 我的鞋子脏了 你给本小姐擦鞋 我可以考虑给你喝水 僵了血 说那么大事干嘛 你又没拢 再说了 就这老东西给我擦鞋 快先脏了 我擦 我擦 擦 擦是用手擦 看什么看来老不死的 把你衣服脱了擦 这还要我教啊 奶奶 奶奶你别听她的 姜乐雪 你别太过分了 奶奶 她就是个坏女人 我们不理她 给你有水 给你水 水 水 奶奶你慢点喝 别急 慢点 好喝 妈妈 这个奶奶好可怜啊 我们帮帮她吧 好 小猪猪 小猪猪 奶奶 我不是小猪猪 我叫奶奶 奶奶 你这是个好孩子 跟我们猪猪小时候 一模一样 你一定是我的孙媳妇 我的孙媳妇 刚送走的老公 就莫名其妙 来了个奶奶 奶奶 我 原来是老年痴呆症 小猪猪 你离开江战 是越混越差了 一个乞丐老公 一个陪嫖过女儿 亲奶奶做了个傻子奶奶 你真笑死人了 我孙子才不是乞丐呢 他会打游戏 游戏 那不就是个不学无数的小伙伙吗 你 不许这么说我孙子 一个老叫花子 和一对小叫花子 你不还真是结配啊 妈呀 我是个陪嫦 我说法都发费啊 当然不是啦 你是妈妈的宝贝 嗯 其实是 常常跟你这个妈一样 是我几个老男人的宝贝 叫你竟然还敢当我 我跟你拼我 回去告诉你那个小三妈 他这么着急催我回去相亲换彩礼 不如自己嫁过去比较快 还有 如果下一次你再在念念面前乱说话 我记得最喜欢的是你的头发 这道点起我来 是不是一样好看 赵宁 你别不适合的 救你救你带着孩子的老女人 王总能看见 你的父亲 再说一遍 你这个疯子 我要告诉爸爸 爸爸说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给我等下 奶奶你慢点吃 别急 这些吃的都是你的 奶奶 我已经给您孙子打过电话了 他现在应该已经在来的路上 奶奶 奶奶 你没事 有没有受伤 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宝贝 宝贝 奶奶奶 你慢点啊 我不认识你 你走开 奶奶别怕别怕 这是我宝贝 我是坏人啊 奶奶 我是牧周啊 您不记得我了吗 小猪猪 对 小猪猪 我是你的小猪猪 吃 小猪猪 吃虾 吃 难怪刚才奶奶一直不肯吃虾 非要放在口袋里 原来是留给你的 吃虾 谢谢奶奶 我说了我不相亲 我妈早死了 所以你别再拿她威胁我 你妈是死了 可她的骨灰还在 你敢不听老子的话 老子现在就把她的骨灰扬了 你敢 你看老子敢 你 我已经领证结婚了 所以我不会去联姻的 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给你 我上哪儿去找老公啊 江小姐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嫁给我 江小姐 医生一直建议我早点组建家庭 奶奶在稳定的环境里生活 对病情有好处 既然你也需要一个结婚对象 不如 我们协议结婚 共同生活 等彼此遇到喜欢的人 再分开 哇 这房子不错 刚好我那个小房子放不下咱们家子 要不然我们把这个房子租下来吧 怎么样 你知道这里房租多少吗 不要钱 不要钱 怎么可能啊 难道这房子不干净 你想什么呢 你想什么呢 这房子啊 我已经买下了 这房产证上为什么是我的名字啊 结婚礼物 时间太匆忙来不及准备 不过呢 这里是林宁宁幼儿园最近的学区房 你想不想 这是你买的房子 不能要 不行不行 这是你买的房子 我不能要 难不成 户主是你 你会把我和奶奶赶出去不成啊 当然不会啊 那不就行吗 这名字写谁的有什么区别了 李奶奶说 她只是打游戏的 这套房 应该掏空了她所有积蓄吧 这是 我的工资卡 里面的钱虽然不多 不过 最近会有一笔收入 我真的就不怕 我把你所有的积蓄 都卷跑了 我相信你不会这么做 虽然我们是协议结婚 但是啊 妻子该有的尊重 我都会给你的 况且 我奶奶说过 对老婆好会发财 以后啊 就靠你了 我去 我运气也太好了吧 白捡个老公 又送房子又交工资卡 长得还这么帅 虽然说工作有点不靠谱 家境也不太好 但是三观正又上进 妥妥的潜力股啊 陈慕忠 虽然我们两个人结婚 有一点冲动 但是我不后悔嫁给你 我们现在贫困的生活呢 只是暂时的 我一定会为了我们这个家 努力赚钱的 什么 贫困生活 加油 拜拜 上课听不懂的话呢 也没有关系 但是午饭一定要记得多吃一点 妈妈可是交了菜费的 妈咪 是班里第一名 你少瞧不起人 好好好 我的小天才 快进去吧 恭喜我们幼儿园里的文艺会议 你记得下午早点过来哟 好 快进吧 妈咪再见 拜拜 小年 你爸呢 怎么没见他来送你上学 爸爸在家里啊 小年 你人是有大王 我爸都给我说了 你是外面捡来的 小年 你人是有大王 我爸都给我说了 你是外面捡来的 修修点 你人是有大王 小年 你是吃牛大王 总裁 您最近赞助的幼儿园 为了感谢您 举办了一次文艺会演 就在今天下午 您要过去看看吗 晚点吧 好的 另外 本季度的五百亿分红 已经打到您的卡上 请您注意查收 我回去问我老婆 老婆 您什么时候结婚的 刚进了新三 今晚可以加餐了 他怎么在这 江小姐 这次您设计的游戏海报 我们总裁非常满意 定金您收到了吗 我收到了 您满意就行 好 您慢走 各十百 五百亿 五百亿 肯定是这 这些该死的骗子 骗术那么着力 我要是有五百亿 我还打手狂 喂 叶叶妈妈 你脸在幼儿园 和别的小朋友打起来了 什么 我马上到 这么着急 出什么事了 儿子疼不疼 你个小业主 你看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子了啊 你个小业主 你个小妻子 看我这么休息 我还给你叫个鬼 你个小业主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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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走开 你个小业主 没事吧 妈咪 你终于来了 妈咪我好疼 没事没事 原来你就是这个小业主的妈呀 都一股虫酸药 哎 你你虽然什么东西你敢打我 你敢打我女儿不敢打吗 江耀宁小姐 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 就随便打人呢 这里是学校 不是菜市场 难怪你女儿喜欢欺负你去 都是你这个当妈的教导 有娘生没爹 教的小野种 都这么没教 你再一口一个小野种 你信不信不把你牙打掉 再一口一个小野种 你信不信不把你牙打掉 你敢 你别怕 你告诉妈妈都发生什么事了 是无可先把我衣服 还说我是没有爸爸的小野种 我才还手到 没事 没事 妈我不想演小矮人 不想演白小公主 快把这个小野种的衣服扒下来 你是男孩子 而且打人本身就是不对的 你得道歉 道什么歉道歉 我儿子还是个孩子 儿子 你想演公主咱就演公主 你想要什么妈都给你抢过来好不好 还真是有什么妈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不道歉是吧 张姨我告诉你别乱来 单程是可以作证的 是你小野种先打的我儿子 要道歉也是小野种给我儿子道歉 没错 是你的女儿先动手打人这孩子的 我的女儿我最了解 她不可能先动手打人 念念 如果有人污蔑欺负我们 我们要怎么做 要反抗打回去 他打他打我 把北真棒 跟小野种鼓推我儿子 你教训不好你的孩子 那我替你教 你还敢打我 我可是幼儿园鼓中夫人 是吗 你不说的话 我以为你是 穿进学校里的疯狗呢 这个贱 不要打死你 是谁欺负我儿子 是谁欺负我儿子 老公你怎么现在才来 我好儿子都快被欺负死了 哈 黄老师 我每年给你这么多钱 你就这么看着 我老婆孩子被人欺负吗 对不起 对不起吴总 念念妈妈 你的孩子在学校欺负同学 你还赶紧给我走 不然和他孩子道歉 那我要是不道歉呢 道歉 那学校就只能开除吗 你凭什么开除我呢 就凭我是这家幼儿园最大的股东 我锁三个数 你这一刻马上带着你的小住人 给我老婆孩子下退道歉 那我也给你三个数 你们不仅要向我的女儿道歉 还要赔偿她的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 你 你你死了 给老师把她按住 不行了什么 我警告你别过来 放开我放开我 我今天 不要给你的臭娘们点颜色看看 你敢动她试试 你给我弄死 你们再赶乱来 我就报警了 我来晚了 没关系 你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儿 我看你接了个电话 慌慌张张就跑了 放不信不下 就跟过来看看 你还敢动手 好啊 有本事别走 喂张队社 你赶紧过来幼儿园一趟 我今天非告诉你倾家荡产 想和我打官司是吧 好 我奉陪赵 林瑶 叫公司法务来幼儿园一趟 立刻 马上 哟 还给我装上是吧 听说过天神集团吗 土鞭 全海城最好的律师团队 就在我们公司 还要跟我打官司 你是天神的员工吗 老子不是员工 老子是天神主管 看来公司内部要好好整顿整顿了 这都怕了是吧 那就让你女儿 给我儿子跪下来道歉 不然的话 等我律师来了 哼 我让你吃不尿兜着走 好啊 那就让我顺着员呆 抱歉 您副总怎么亲自过来了 您副总怎么亲自过来了 哇塞爸这些都是你公司的人吗 你太帅了吧 没错 这些都是爸爸公司的朋友 陈总 你没事吧 陈总 陈总啊 我没听错吧 哎 怎么是陈总 不是想让我倾家荡产 恐怕你没这个机会 我们天神集团总裁 陈总 陈总裁啊 我没听错吧 啊 这个小女孩 我调查过啊 她是单亲家庭啊 单亲家庭的孩子 就应该随便被欺负吗 这个真是大水冲了很荒谬啊 哎呀 误会啊 误会啊 哎 小处人 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 来赶快向小姐道歉 我不道歉 妈说了 我在幼儿园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一个没人要的小野种而已 凭什么和我强 啊 你这个小处人 真是该死 他干什么 住手 陈总被你们母子鸟子害死 陈总 对不起啊 小孩子不懂事 我向你道歉了 对不起小姐 对不起 对不起 不是要让我跪下 怎么你自己道歉 不敢不敢 陈总你大人有大尿 放过没家吧 老公 刚才他不仅让我们的女儿下跪道歉 他要开除他呢 我就是重灾 夫人 跪下跪下 小夫人道歉啊 对不起 什么 我听不见 个小姐你别太过分了 老公 你可 疼凶吗 我早晚被你害死 对不起对不起 夫人 好吧 既然你们都诚心诚意的道歉了 那我就原谅你们 不过 我女儿的医药费 精神损失费 还有我们夫妻两个人今天的务工费 林林总总加起来赔个500 不过分吧 500万 你怎么不去抢 老公 难道我跟女儿不只500万吗 哎 那就5000万 不不不不 500万 我们给500万 管了 把他们拖出去 不许再出现在海城 是 是陈总 哎呀哎呀哎呀 你放过我们吧 哎呀哎 陈总 哎呀 还疼不得 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你 真的是天生的总裁 嗯 那也就是说 你那个房子根本没花什么钱 那500亿 不会也是真的吧 妈咪 你又出现了 妈咪 你又出现了 他头上是零 他头上也是零 老师和同学们都快死了 妈咪 怎么办呀 不能再出意外了 刘老师 谢谢你妈妈 刘老师 你们这是要去哪啊 今天我们幼儿园有文艺会议 你没有收到通知吗 文艺会议 妈咪 公布我们幼儿园里有文艺会议 你记得下午早点过来哟 差点忘了这回事 我们要赶紧去演出地点 只有确定真正的事故发生地点 才能减少伤亡 等等 一直没来得及问你 念念看到数字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 真的有死亡到这时了 我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就是突然有天醒来后 就觉醒了这项技能 只要看到数字 就会出现死亡 无一例外 世界之大 无其不用 先别纠结这个了 我们要赶快跟着去看看 死亡是可以避免的 上次我和念念就救下了你 这次我们必须救下所有的人 是 孩子能是无夺的 我们走 来 怎么了 没什么 走吧 走 念念 你仔细看看 这些人的头上有数字吗 来 他们每个人的头上都有灵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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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和飞机失事那天的情况 又模一样 上一次是空难 这一次又会是什么 会不会是火灾 念念说所有人的头上都是 这就说明当意外发生时 所有人都会死亡 无一幸存 而火灾 地震这一类自然灾害 大家一定都有逃亡的时间 一定会有火口 应该是 应该是爆炸 只有爆炸 才会瞬间带走所有人的性命 你说的没错 爆炸 这个可能性最高 妈咪 为什么幼儿园会爆炸 咱们放了这大猫 你赶紧带着命令先走 他不能陪我冒险 不行 你带他先走 我留下来想办法 不什么时候了 你还要跟我招 幼儿园里没有人认识你 他们不会听你的 快 带着命令先走 快走啊 好 那你等我回来 嗯 文医会员 必须马上停止 怎么回事 不知道啊 这是怎么了 念念妈妈 你这是在干什么 刘老师 礼堂马上会发生爆炸 所有人都会死在这里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小姑娘 咱不说什么 好多呢 怎么不爆炸 就是啊 小姑娘 你该不会是精神也有问题了 刘老师 你们幼儿园怎么回事 把这种神经病放进来 是要诅咒我们吗 各位家长 双安勿躁 这中间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念念妈妈 你有什么事情 可以私下跟我说 不要在这么多家长面前 制造恐慌 刘老师 你听我说 我怀疑 礼堂里面有炸弹 随时会发生爆炸 这里有炸弹 真的假的 怎么 这里有炸弹 真的假的 小姑娘 你有病就是知名 别人给发疯 这哪有什么炸弹 好了好了 算了吧 算什么算 把这疯子赶出去 我不是疯子 礼堂里面真的有炸弹 人命关天 大家赶紧离开 啊 啊 江小宁 这该不会就是你说的 炸弹吧 都仔细检查过了 没有这番安全问题 怎么会这样 念念妈妈 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教宁 你不会是想惹学校钱吧 我知道 你一个单亲妈妈 卫功先孕 大孩子也不容易 这学校的学费对你来说 确实有点 但你制造苦瓜 这不是当我们大家的时尊吗 教宁是个碰瓷的 哎现在的年轻人呐 哎 未婚先孕 那不就是私生子吗 三百次的家庭 竟然跟我的孩子一个幼儿园 求 这也没 干给你做的初始 别耽误孩子们表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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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听我说 你们可以看不起我 我也不是什么寿命 要以得抱怨 非要救你 但这些孩子是无辜的 礼堂随时会发生危险 所以 演出必须马上停止 所有人必须马上离开 念念妈妈 都已经排查过了 这里压根就没有什么炸弹 如果你一定要再这样闹下去 不就让保安把你们都丢出去 你 他说的那么笃定 该不会是真的有问题吧 哎呦 算了算了 咱们还是走吧 大家都听我说 我们幼儿园 有严格的消防管理制度 都仔细检查过的 肯定没有安全问题 念念妈妈 今天的文艺会员 是为了感谢一位大人物 而特意举办的 非常重要 你能不能不要再闹了 刘老师 你相信我 礼堂里面真的有炸弹 只要检查一些场地 就能排查危险 证明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也说了 一会会有大人物来 如果出了事 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去仔细检查一下 看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装神弄不夸 这有东西 难道 真的有渣渣不可能 你你先打来看看 好好好 你怎么又回来了 你知不知道这里很危险 妈咪 我不想一个人站在外面 妈咪 你就让我留下来 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帮你 念念 刘老师 你还要等我们多少时间 没看到幼儿园都成垃圾厂了吗 什么垃圾东西 等等 如果现场找不到炸弹 那就说明 炸弹是被人随身血带着带进来的 而凶手 就在你们当中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凶手啊 就是啊 我看你们就像仙衣犯 在这散布谣言 热造出光 各位 我没有在开玩笑 我也没有在恶作剧 你们应该也听说了前几天的空难新闻 我当时就在飞机上 可惜没有人相信我 所以大家都遇难了 吟 test 先啊 洗洗洗了 我妈咪没有说话 我可以看到你们头上的生命大级史数字 现在数字是零 就证明你们精神都会死的 小小年纪不学好 咒我们是吧 要是耽误我们给天顺总裁演出 看我怎么收拾你 各位家长 不要理会这些疯子 都坐回到座位上吧 我们的文艺会员马上就开始了 别动 刘老师 我要求立即搜身 炸弹肯定就藏在凶手身上 你还有完没完了 再闹下去不要报警了 要么立即搜身 要么我现在就打电话举报幼儿园 有安全隐患 让警察来搜 你 刘老师 怎么回事 园长 怎么还不开事 园长 他非说我们幼儿园里有炸弹 要搜我们身呢 我们幼儿园的炸弹 都会有偷有点点人物 什么是你搜就搜啊 完了 让我拖出去 园长 我没有说谎 凶手肯定就在现场 快走走走走 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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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找到了吗 别怕 剩下来交给我 来 分居 这人看铃子的眼熟 好像在哪见我 你是谁的 很好我知道了 你就教你新找来的骗脑吧 你穿的人模人样的 看来他跟你花了多少钱啊 闭嘴 你不说话 没有人把你当家 各位家长 我是天盛集团的总裁陈莫周 我以天盛的信誉担保 炸弹一定藏在凶手身上 为了孩子们的安全 请各位家长务必配合我们宗舍 你是天盛总裁啊 真笑死人了 你怎么不说你是玉皇大帝呢 就是啊 你怎么说你是玉皇大帝呢 天盛集团确实是我们幼儿园的 最大股东 可是我们从来没见过你这好人物 那就说明 你还没有资格 看到你 天盛集团的第一历史跟我打电话了 那么总裁马上就到了 喂 玲秘书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好好好 一切配合 肯定配合了 哈哈哈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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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长 怎么回事 小白脸 怎么可能是天然总裁啊 江小姐 这上面发话让配合你 我们也得罪不起啊 别废话了 说真吧 你 你拼那俩团长 你可骗不了我 就你这我相邦老 凭什么放不上 就是 我们又不是罪犯 你就是在侮辱我们 在侮辱我们 原来你们在侮辱我们 你们不配合 难道是身上藏着炸弹 兴许的不成啊 给我搜 搜搜搜 过来 别让你尝尝泡 怎么了 人长 都搜过了 没有 就这个家长不让搜 姜冷雪 你藏了什么 拿出来 你什么意思啊 你怀疑我 我还得在台上 我怎么可能是受受 老婆 怎么回事 咱们这种有头有脸的人物 被这种小贱人戏闹 他才搜就搜啊 既然我们大家都搜了 凭什么你不搜 这种人都搜了 就应该一视同仁 你不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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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亲自搜 你干什么 别碰我 我说人话 你听不懂是不是 别碰我老婆 听看 干什么 放开我老婆 去搜 我看我 注意安全 张老平 张医 你吓了我 老婆老婆快救我 姜冷雪 你这么害怕搜身 难道 这小蛋就藏在你包上去 难道我们猜错了 难道我们猜错了 不是爆炸 是其他的意外 事情来不及了 现场所有人赶紧离开这里 那就现在演出 怎么办 都什么时候了 还管演出呢 妈妈跳舞呀 跳舞 好好妈妈陪你跳舞 好好妈妈陪你跳舞 不行 这里马上就要爆炸了 所有人现在必须离开 什么爆炸 反正我是不信 你们信吗 我们不信我何必信 我们怎么这么固执呀 我们怎么这么固执呀 阿免你看那个玩偶就好帅呀 这个凶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不知道 我们刚刚没有搜到他 难道 他就是凶手 来不及了 你带你那杆利益 我去阻止他 找他呢 快交出来 你都知道 你快跑 你干什么 我帮你帮忙 神经病抢人了 站住把孩子放下 站住 放开我 放开我 我的鬼神 你吓死奶奶了 你是个人贩子 啊 你敢坏坏 神子 我跟你拼了 好说呀 你们带在这 不要动 念念 念念呢 念念没跟你们一起出来 念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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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 念念 念念 念念还在里面 念念 真的 念念爆炸了 这么大动静 要是我没有跑出来的话 所有人都得死在里面 念念 什么时候 你两位血 放开我 wollt 注意 我们 听 QUEEN Target 谁出门把内裤塞包里啊 也不嫌恶心 更何况是男士内裤 这是谁的内裤 说 老公 是我买给你的礼物 就随了 你胡说 老子从来就不喜欢穿着的内裤 这是你马克尖缝的内裤 真是我给你买的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 江乐徐 你这个睁眼说消化的本事 还真是舰长 你那个内裤都穿起球了 你确定是买给你老公吧 你 就是个漂亮的贱人 我说你刚才怎么上厕所上那么久 原来是跟那个肩负在外面红狗 对吧 好 老公 老公 不是这样的 给我解释 滚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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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好喝 阿咪 连还没有消失 时间都快来不及了 真的真的爆炸了 这么大动静 要是我没有跑出来的话 所有人都得死在里面 你 成不成 你两位血 你两位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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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妈妈 我以为你再也见不到你 妈咪别哭 你你没事的 我们成功了 这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嗯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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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的爆炸 嗯 你们两个是怎么掏出来的 嗯 嗯 其实 都是宁宁的功劳 嗯 练练 给你帮他 再让你开场 嗯 还好练练聪明 是他发现了地上那个毛绒玩具里藏着爆炸源 我们及时把他扔到了礼堂的杂物堆里 才没有造成更多人给上 那玩偶人呢 凶手是他吗 嗯 嗯 我们搞错了 凶手不是他 他就是来演出的 凶手到底是谁啊 别担心 我已经派人去调场了 相信很快就会有见 嗯 嗯 孩子睡了 估计是被今天爆炸给吓到了 闹了好一会儿才睡呢 那今晚我留在这里守着他 不然他待会儿醒了 一个人会害怕的 不用 我自己就行 念礼了一天 那我陪你一起 总裁我找到 一样我常在爆炸上找到线索了 总裁 幼儿园礼堂的监控被人故意破坏了 但是我在爆炸现场找到了一个优盘 里面有一份视频文件 不理 您要做好心理准备 死亡名单 救命啊 救命啊 蒋王啊 你尽管叫 就算你喊话喉咙也不会有人救你 现在整个姜家都是我的人 你们为什么要害我 我有什么对不起你们 陈祸只有你死了 我妈咱能起待那孙人 而我自然就是姜家大小姐 你也没话了 再不准备我妈就被人烧气了 你见过去撒 我一直怀疑我妈的死不是意外 可我找不到证据 没想到 她是被江湾熊女害死 我要去杀了她们 你冷静点 别冲动 这件事情绝非表面上脑筋 你说话什么意思 你看 这是你母亲的死亡现场 很显然是有第三个人的存在 而这个人 他偷拍下了这两个人杀害你母亲的视频 这个U盘 很有可能是他遗落在爆炸案现场的 我怀疑 这场爆炸和你母亲的死亡有关系 这个人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而这一切 很有可能是冲着你来的 看来我们要先找出这只阴沟里的老舍 才能还原我妈的死 和爆炸案的真相 找到真正的凶手 夫人 三天后您继母会在星辰大酒店举办生日宴 也许你们可以从这里入手 我妈还原儿子这么多 而她却可以大张旗鼓地摆受阴 这事长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我一定不会放过她呢 灵阳 去准备两张宴会的邀请函 是 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去 放心 我一定会让杀害你母亲的人付出代价 妈咪 妈咪 不要离开 念念 念念 外婆 发生什么事了 哭得这么伤心 外婆 你能不能救救妈咪 妈咪 妈咪 我好人看到他们快要死了 我救不了他们 能救他们的只有你 我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外婆再送你一个超能力 名字叫大力金刚 拥有此超能者 其力气超大无比 是烦人无法逾越的 外婆 外婆 念念念 外婆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你一定要帮外婆保护好妈妈 外婆 外婆 外婆没骗我 我真的是大力士 我一定会照顾好妈咪的 我一定会照顾好妈咪的 欣念念 怎么了 怎么啦 爸爸 我帮你灯菜吧 那小心烫 阿比妈咪刚刚睡觉 天天去帮你不叫救坏人 陪家送上玉琢一对 王家送上名画一幅 陆家送上灵芝一歌 让我们恭祝江夫人生日快乐 吉祥安康 恭祝江夫人生日快乐 吉祥安康 感谢大家的祝福 江夫人太客气了 吉时已到 有请今天的寿心 姜夫人上台 等一下 夏野种 怎么是你 都市营 和梦里的一模一样 我来给你送生日礼物的 收好咯 这谁家小孩啊 力气也太大了 这终起码得上把劲啊 秀宴送终 这下可以好思泰 小野种 你什么意思 你好笨哦 我连这都不懂 我当然是来给你送个钟哦 你个小野种 你故意咒我是不是 不许你答对了 你 拔 拔了 把这个不是死活的小剑筑 给我打出去 小孩小心 这小孩可真厉害啊 谢谢夸奖 你个废物 连个小孩都打不过 五年前 你们下要给我妈妈 下害她 今天我过来 就是去她讨回公道的 那是你妈 日记不知廉池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就是 什么下要 是个女中线 不承认是吧 没关系 今天我还给你们带了 第二份大脸 尼尼啊 不舒服 就喝杯牛奶 早点休息吧 我的好姐姐 好好享受 妹妹给你找个牛郎 今天过后 我要让你身败人命 真是知能知面 不知心啊 没想到 这牛女俩 如何的恶 竟然下药 毁别人亲爱 没听说吗 徐丽 本来就是她家的保姆 靠勾椅 不上位 能是什么好行 那姜乐水 也比她家的亲密 嘿 不要了 那视频不是被我们伤了吗 哎呀 我怎么会知道 各位叔叔阿姨 五年前 我妈咪被他们母女俩下汗 如今得上大白 逼她嘞 小兔崽子 你在这里胡了八道 我不会就是 想把真相告诉大家 你难道没有看到视频里 我妈咪被人欺负吗 那我当年如果 还打下这小孽种 你哪会出现那么多事情 他平常把你生下来 害得我姜家 在海城 就有多大的脸面 他死了 到底是个私生子 跟你妈一样 没教养 那你大小子就要教养了 我们俩婚内 哭鬼还在这理直气壮 真不要脸 这小野种 你不是死我 你倒在手院 我今天给你妈 我好好生死你 我自己 我自己 你 啊 啊 什么 你算哪个头 就是你见我妈妈最难的时候把他杠 进家门 你有什么刺客打我 你个小野种 你吵死 啊 啊 啊 老杨哥你骗了 啊 啊 啊 小雪 够了 老巫佛 我找你们很久了 你 你个小野种 我要杀了你 小雪 小雪 老巫佛 我问你 是不是你们两个哈特了我外婆 你外婆是自杀的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死得连头而嘴硬 那就让你们看人第三犯道理 这母女俩也太可怕了吧 连杀人这种事都做得出来 那我们岂不是参加了杀人犯的寿业 真晦气 那江老爷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妻子和女儿都被人家给杀害了 他才把这个恶毒女儿给娶回家 搞不准他们都是一伙的 他怎么会有这种食品 这种食品是何场的 这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你胡说 你嘴 小畜生 这哪不是你可随便散机吧 你想怎么样 你连我的一个手指都打不过 你我 来呀 把把鞋子全部叫来 把这个厚厚厚给我打出去 不是 你连我手指都打不过 怎么回事啊 我们怎么在这试着 那你呢 奶奶 你看见你了 哎呀 别打了我跳舞 念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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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念念 念念念 念念你在哪啊 念念念 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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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 念念念念念念 怎么办念念不见了 灵阳明明给了我两张要紧了 现在怎么只剩了一张吧 该不会是 走 小妹妹快跟叔叔出去 要不然叔叔打你屁股 就凭你们几个还素打的过我 放到过来吧 小公子 这都是咱咱只能把手 很厉害的 你走吧 是啊 快走吧 咋不会这么多人的 放心吧 叔叔阿姨 他们不是我的对手 是吗 你还挺囂张呀 你妈妈有没有告诉你 出门在外面 少睡牛逼 你们几个别磨蹭了 一起上啊 兄弟们上 你们几个别磨蹭了 兄弟们上 解决了他们闻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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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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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跟小村上 你到底想什么呀 哎呀你们当可真笨呀 我都说了 我来就是替我妈妈讨回公道道 证据都在这儿了 我要让你们公开道歉 承认你们做的所有事情 就像这段视频 啊 谁知道是不是合成的 谁让老婆道歉 想这么想 撕了头子 你又想挨脱了是不是啊 你你也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说你几句怎么了 谁让你这几年一直欺负我妈妈的 我不仅要说你 还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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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你把我拿着绳子来 你看这个对话 这下的你多了 你 没错就是你 你帮我拿着绳子来 把这两个老赛婆绑起来 好好的 一个被关起来了 两个被绑住了 怎么你还没有消失啊 年年年 来 年年 你有没有怎么样 年年 你怎么啊 怎么不说话啊 年年 你没事吧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你告诉爸爸 这不是天上集团的成统吗 这小孩 是陈总的女儿 陈总 我们没人欺负他 这 这现场 都是他破坏的 爸爸妈妈 我就不要你们 你们头上的铃还没有消失 没关系的宝贝 爸爸已经查出来凶手是谁了 今天换爸爸来保护你和妈妈好不好 各位 我已经查到幼儿园爆炸的凶手了 那个人就是 梁宇宁 总裁 我查到爆炸的凶手是谁了 我询问了演出当天的舞台搭建人员 他们提到演出前确实有一位家长提前进入论里的 他的怀里正好抱着那个装置炸弹的你 凶手是谁 姜佳女婿 姜乐学同学 梁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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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炸 前两天心有闻的爆炸案吗 杀人犯就在我们身边 太可怕了 咱们快走 想走 好 好 起来 陈博主 就算你知道的情人 三分钟 整个宴会人都会变成毒气室 到时候你们都得死在这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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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两分钟 梁宇宁 你自己也被关在这儿 难道你不怕死吗 死 有什么好怕的 只要我能和你一起死 这辈子也值了 我倒好妹妹 你 你叫我什么 也不是你妹妹 你还不知道吗 当年蒋文为了嫁入豪门 生下我就抛弃了我 今天我就让她最爱的女儿给我陪葬 你 你在说什么 我妈天生子宫有缺陷 根本就没有办法生育 而我只是被她捡回来的孤儿 她又怎么可能生下你 不可能 她要真的不是我亲妈 为什么每年往福利院里送钱 还跟我读书 她还知道我生日 她每年都给我送生日礼物 她怎么就不是我亲妈了 倦武心地善良 因为自己没有孩子 可怜那些没有父母的孤儿 资助他们上学 怎么到了你眼里 反而就成了罪过来 我可 你在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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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在那儿跟我别人瞎晃 想让我放你们走 是吧 你别做梦了 这酒店我已经全部满下来了 今天所有的人我已经全部清场 你们就是喊不过喉咙 你不会回来这么几万 没有 一分钟 我的好女婿啊 我们家小雪 可没有对不起你 你想把佳佑宁赶出家门 还想杀她的母亲 都是我和小雪在绑你 你可不能看着我们死在这里啊 哈哈 闭嘴 啊 小雪 你为什么对你不好吗 啊 你还给我带你上 姐姐你都在死 你们所有人都在死在这里 怎么办 整个宴会厅只有这一个出入口 现在被锁死了 我们根本就出不去 别担心 令人马上就带人过来了 好 来不及了 哎呦 哎呦 三十 除非她能从外面把这扇门给打开 难道我们就只能在这里等死吗 啊 叔叔你真的觉得这扇门关得住我吗 你 好 我还没想到我们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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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德对不起 我来晚了 立马放锁这里 为什么这么人靠近 是 你们也回去吧 宋玉 宋玉 近日有民众举报 这个梁宇年简直是疯了 还好我们及时发现了 她的阴谋 没有造成更多的人为伤亡 这一切 堕毁了宋玉 从宋玉听出来又好 宋玉就一直昏迷不醒 那天她爆发了 那么强大的力量 可是她的力量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我真的很担心她 万一 万一她醒不过来了 怎么办 别担心了 医生不是说了吧 那天只是睡着了而已 可是 可是她都已经睡了三天了 她还这么小 她不应该承受这些的 我宁愿没有倒计室 我宁愿她只是一个 普通的孩子 别担心了 有我在呢 我会去联系最好的医生 念念一定会醒过来的 我 我 我 念念念 念念你醒醒 妈妈在上 念念 妈咪我好想念天外 不 念念 你知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 你吓死妈咪了 哎呦 怎么了 念念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我饿了 我饿了 爸比 小坏蛋 回家 我给你做好吃的 嗯 小念念 你可别骗我 你的超能力 真的是从梦中来的吗 嗯 真的 奶奶 是莫里的外婆给我的 可是她觉得我们现在安全了 就把我的超能力收回去咯 梦里 你可别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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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别逗她了 准备吃饭吧 等等 这太紧 这太紧 跟你生上那个姨母一样 哎 没错 也是这个位置 你看看 跟你小时候长得姨母一样 你跟太季眼一样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 亲生妇女呢 你们俩就是亲生妇女 看看了你呢 洗洗手 我本来就是爸比的亲女儿呀 给我吃饭 好 宝贝我们吃饭了 我竟然跟一个陌生人发生了关系 去查一下 昨晚出现在我酒店房间的那个女人是谁 爸比 小朋友 我不是你爸比 你是 你和我梦里的爸比长得一模一样 真的 我本来就是爸比的亲女儿呀 陈总 陈总 你去帮我做个亲戚鉴定 要尽快吃酒啊 是 陈总 陈总 这么个小公司的项目 哪还需要您亲自走一趟 我自己来就行 谁和你说我是来谈项目的 那您是 你今天爸爸送你上学 哎 江若妮 不是说了吗 我可以养活你和宁宁的 外面这么热 你不用出去过我 我结婚那天就说了 你肯定要努力赚钱养家了呀 你别以为你是总裁就了不起了 那我的事业也是这么一件事的好不好 好好好 那从现在开始 你负责赚钱养家 我呢 就不要跟宁宁 老公真乖 月娘 你好好听爸爸话 我先走吧 拜拜 拜拜 慢点 我老婆赚钱养家 我当然得来亲自看看 夫人每天这么辛苦赚钱 我看着都心疼 我老婆 需要你心疼 不是宗菜 那你也不能吃夫人软饭 软饭吃多了 那你就习惯了 不过呢 像你这种那样老婆包养的 永远是会种的 老婆 你去敲打一下这里的管事 别让人欺负他 对了 别告诉他我来不准备 好大总盔 原来念念真的是我的今生女儿 原来念念真的是我的今生女儿 她原来就是那碗酒店里的那个 什么 夫人就是救了您的人 这么多年来您一直寻找 没想到她竟然就在您身边 也许这一切都是最好的恩员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三天后 是不是就是我女儿的生日 这些年 我亏欠他们太多了 这一次 我一定要办一个最盛大的事认为 告诉所有人 他们 就是我沉默中的亲女 我马上安排 尽头下的动画书 次次收藏的幸福 少年的我想倾诉 什么感触 迷失森林的小路 会不会遇到你 故事拉开 续 爸比你送给我的王冠 好好看呀 我好喜欢 妈咪 你 你怎么也有王冠呀 因为你和妈咪 都是爸比的小公主啊 多大人 这么容易 感谢诸位来参加我女儿的生日夜 向各位介绍一下 她 是我的夫人 陈总和夫人真是郎才女貌啊 是啊 难怪小公主这么可爱 原来是继承了夫人的美貌 我还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我还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什么 是你 是我 倾倾倾 倾倾 谢谢你出现在我生命里 也谢谢你 给我生了一个 倾倾这么可爱的女孩 爸比 我看见你们的头上又有数字了 什么 倾倾 你真的又看到数字了 爸比妈咪 你们头上的数字 又好长好长一圈 爸比妈咪 看来你们要赏命百岁了 小坏蛋 心脏病都要被你吓出来了 总裁 夫人 请带着小公主来这边 开全家福吧 请吧 我的夫人 走吧 来 妹妹 你听头 好 吧 啊